从明镇局长手中接下红包 清水国小校长流露出感谢神奇 拿下全国躲避球锦标赛金牌的 清水国小男子躲避球队 日前因为经费短缺 所以无法在8月时要代表台湾 参加日本最大的躲避球赛 让校方是伤痛脑筋 而为此事服就决定要出面帮忙 最近也终于顺利募到善款 然后我听到这个缘分 然后我赶快就找几个好朋友 然后就希望他们能够促成这个好事 很多的这个善金人士 还有一些企业主 他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他说这个30万的话 应该可以在短期间就把它募集 校方表示 躲避球队当中有许多 都是经济弱势的孩童 因为每个人的旅费 只要多达3万多块 尽管学校已经努力的自筹款项 但还是短缺将近有30万的经费 而幸好这一次 有市府跟民间企业的热情协助 复日参赛的经费总算是有了着落 而第一时间还在一地训练的球员们 收到消息之后都感到十分开心 其实我们一半的孩子都是没有出过国的 所以他们这次不仅可以出国 然后还可以代表台湾那种荣耀感 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一个经验 相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 也会激励孩子们 就是他们的身为学长 这样的一个球队的榜样 就因为这样这一笔30万的善款 能够一次得到解决 我们马上就可以进行招标的作业 能够让小朋友带着他的梦想到日本 去有一个留下历史性的时刻 永远难忘 那么我们当校长的也不用再担心了 对美表示 接下来将会持续的加强团队默契 跟进攻防守 并且要带着全国二连霸的绝佳气势 跟日本选手一较高下 希望能够继续为台湾争取更好的成绩 记者川普汉 台中自放到